那時候惡魔是主動找了大寶當搭檔 可不可以兩位各自說一下 你們各自心目中的對方 為什麼會具有搞笑的天分呢 搞笑的天分 其實像像大寶 基本上看外表就知道 其實蠻有搞笑的天分的這件事情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們在學校就認識 那他本身演出的角色 也都是屬於比較搞笑類型的 對 然後像我自己 後來也接觸了很多搞笑的角色 對啊 所以決定做這件事情 創這個團的時候就覺得 那我得找一些 對搞笑這件事情 看起來有志向 或是想要嘗試做這件事情 為志業的人 那大寶當然就是首選 對啊 大寶你為什麼覺得你的學長 很適合走搞笑 其實也是 可以這樣問嗎 我等一下下節目再 我先聽他這麼說 沒有 因為其實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從國中就覺得做搞笑這件事情 很適合我自己 對 那我一直把他放在心裡面 包括我後來進了北一大戲劇戲 我一直都把他當作是我一個人生的目標 那遇到惡魔來邀請我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東西簡直就是一拍即合 因為他想要認真做搞笑 那我的目標也是一樣 那我們兩個目標既然是一樣 我覺得 那在這個合作下就會 我覺得很珍貴 所以他找我就二話不說就加入了 好 其實兩位搭檔很久 我們來看一段你們現場的演出 好啊 我們就會知道兩位的默契 真的是非常的好 好的 大家好大家好 很開心在這邊看到大家 而且情人節也剛過不久而已 但你不覺得情侶在情人節很討厭嗎 情侶在情人節哪會很討厭 很甜蜜啊 他們都會一直在一起啊 當然啊 因為是情人節嘛 吃飯的時候也要在一起 情人節的時候情侶當然要在一起吃飯啊 約會的時候也要在一起 情人節的時候情侶當然要一起約會啊 做壞事的時候也要在一起 在情人節他們要做什麼壞事啊 老輩 你晚上可以對我做一些壞事喔 原來是這種壞事啊 在情人節的時候嗎 然後趁著晚上的時候 偷偷爬到她床上 好壞好壞啊 更受不了啦 然後在那臉上畫圈圈叉叉 等一下 為什麼是這種壞事 是惡作劇吧 是她說要做壞事的耶 不是這種壞事 你完全誤解了啊 你還想要做更壞壞事喔 什麼叫更壞壞事啊 你不要那麼誇張好不好 可是啊 你不覺得情侶在情人節真的很討厭嗎 情侶在情人節真的很討厭 為什麼啊 你看還要準備一些驚喜啊 還有一些禮物啊 這是當然的啊 因為情人在一起嘛 當然要準備一些禮物啊 驚喜啊 讓另外一半開心啊 像是女朋友回到家 看到滿身 滿… 滿坑滿谷的花 滿坑滿谷的花嗎 情人節啊 在女朋友的家裡面 放了很多鮮花啊 寶貝 我今天有一件重要事情 要跟妳說 在情人節的時候 要講出重要的決定了嗎 看看這些鮮花 這些是我一生一世的請求 這麼驚喜的場面 不管講什麼 女朋友都會答應的嘛 我想要開一間花店 等一下 為什麼要這時候講這個東西啊 這是我一生一世的請求耶 不對 你搞錯了 這種事情不應該在情人節的時候講吧 所以你看情人節真的很容易吵架 你們這一段情人節是怎麼寫的 其實劇本應該是兩位一起完成對不對 對 情人節這個劇本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從 從情侶這件事情開始發想 因為我們覺得現代人的情侶 相處之間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對 然後就是開始發想說 那那情人節這件事情 尤其又我們有情人節 很多情人節嘛 那情人節這件事情 我們有過不完的情人節 對 一年有兩三次 大家很常遇到 那情人節到底會發生一些什麼樣 很特別的事 對 對比方說 有人可能會在情人節求婚 對 那如果不求婚的話 那他還可以做些什麼事 對啊 或者是不那麼浪漫的話 那一般的情人節會是怎麼過 所以我們就是開始發想這些東西 然後寫這個劇本 朋友們身上去找靈感 還是報紙上看到發生了什麼事 應該說是就是從朋友也有 然後從自己的經驗可能也有 因為我們的段子本身就是從平常的事情 找出一些不尋常的點 或從不尋常的一些點中 找到大家都去 大家都有的共同經驗 那這就是我們在寫段子裡面 會去考量的部分 所以開花店是怎麼了 因為很常遇到那種充滿鮮花 然後想要求婚的狀況 可是就覺得求婚 那求婚下去就會很普通 所以我最後轉了一個彎 其實他想開花店 就變成是這樣 非常重大的人生的決定 對對對 他想要把工作辭 因為很多人就想要工作辭了 就想要比如說去鄉下種田 咖啡廳啊 開咖啡店啊 開花店啊 民宿啊 所以就把這兩件事情 其實看似不相干 可是把它結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就覺得有那個笑料在 對 兩位其實以讓大家開心為直至 可是我知道其實魚蹦 不管是魚蹦 或是各種團體 剛開始 或是已經其實已經六年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很辛苦的 對不對 你居然用嘆氣來回答 一個嘆氣 就回答了所有問題 不愧是演員 千言萬語 對 其實是 因為尤其是像我們 我一開始創團的時候 然後 那時候很常面臨到就是 呃台上的演員 比台下的觀眾多的時候 真的 對 台上演員比台下觀眾多 對 請問台上演員有幾位 台上演員大概有六位七位 然後你們是搭檔搭檔 一段一段這樣 對 然後台下大概是五個五個左右 五個人一桌這樣子 然後 對 而且那五個人還是他的家人 爸爸媽媽 那天發生什麼事 那天我還記得很清楚 是父親節 然後 父親就想說 那既然父親節 我姐就說 那就去看兒子表演啊 然後殊不知 結果到了現場發現 除了他們以外 沒有別人 只有他們來看兒子表演 然後想說 那天我的心情其實 有點尷尬 我想說 我居然要上台 然後表演給我父親看 然後在父親節那天 而且他們還自己花錢 我還沒有請他們 是他們自己花錢來看 我想說 父親節我想要來捧我兒子的場 對 可是我覺得我連 我連父親節禮物都送不出來了 然後我父親還花錢來看我表演 我就覺得啊 當下覺得 有一點尷尬 但是我還是把他表演完了 要上台嗎 要上台嗎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不太 不太 在家人面前 其實我不太做表演這件事情 給他們看 就是 家人的關係 跟觀眾的關係是另外一種 是是是 那那天他們就是觀眾了 對 那我覺得那天的關係 其實有點錯亂 我覺得 就是有點尷尬 有點羞辭的感覺 但我還是把他演完了 你記得那天演什麼嗎 我記得那天是一個 好像類似像脫口秀 就是 一個像是單人表演的狀態 也是搞笑 而且我還記得我講的就是 我生活中發生的趣事 其實他們都知道 我想說 我要再講一次給他們聽 觀眾也只有他們而已 觀眾走他們 沒有別人了 對 當下覺得 好啊 就再講一次 只是 就有一點 趕快讓我下台吧 拜託 可是一個專業演員 就是這個時候 拿出你的專業了 是 而且因為那時候 剛開始創團不久 所以我們一直在嘗試 很多很多的方式 然後我也 我們也一邊的在研究說 真的慢才我們要怎麼做 還有真的跟觀眾的互動的 表演方式 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一直在嘗試這件事情 對啊 或者是我們在這種表演基礎下 我們還可以做更多什麼 譬如說變化 因為我們可能如果 一種表演形式表演了一段時間 就會覺得 就會擔心說觀眾是不是看膩了 那我們是不是要換新口味 對 所以我們不停的在創新 對 關於搞笑我們是認真的這句話 其實是 就是 對 因為我們非常認真的看待這件事情 因為搞笑它一直以來 都被當成一種 比方說不經意啊 或是你 不過就是耍嘴皮子啊 不震驚的東西 對 但是其實我們非常的認真的 在研究這件事情